壓制某一個球隊的那樣的內容 並且分散各隊都很穩定 左半邊深遠的飛球 最後音速小子林孝成完成了接殺 一人出局 空間針對這個球被打這麼深遠 後續的打著馬上再來做一些調整 這球打成了內野的衝天砲 遊擊手曾傳生完成了接殺 這一球咬得非常結實 右半面平飛球直接進到曾陶榮的手套 兩條球沒有壞球 外角球反方向一雷手攔住了 拋給補衛的投手郭育正完成了刺殺 可以飆到148 這一球打到了中右外野方向 郭天信掌握住完成了接殺 兩條球沒有壞球 這一球受到了擠壓 內野上空的衝天砲 看起來那麼一樣把隊友喊開了 完成了接殺 50個打擊兩成17的打擊率 這球打高了 在二壘的後方 李凱薇 在草皮區 完成了接殺 一人出局 陪峰前一戰對兄弟是3-1 這一球打到右半邊 中間方向的高飛球 郭天信完成了接殺 出棒打成右半邊的高飛球 右外野手曾濤榮追過去完成了接殺 兩條球沒有壞球 這一球拉到右半邊 打得滿接實的 左外野手往後退往後退 在Warning Track上面 跳出來完成了接殺 林孝辰今天兩個Nice Play 哇 跳之前接近牆前 有稍微看一下 三壘彈跳球 手臂是很挺喔 對 劉基鴻 郭育正用球速突破50球 這一球橋的也很結實 在中間方向 不過郭天信掌握住完成了接殺 這位子過去這樣的一個狀況 戴培峰拉回來 一壘次的滾地球哪模一樣 接得很好 自裁壘包完成了刺殺一人出局 哇 又是用變速球三陣掉了持恩齊 兩人出局 這是郭育正今天投出了DK 所以這種狀況蠻有趣的 你看有時候比棒球比賽在尾局的時候 那時候落後分數比較多的球隊 教練他不會 反而不會希望看到出現拳來打 但分數還沒有追上或追平 因為你壘包成球的動作 是非常確實清楚的 游擊的滾地球 游擊手增傳聲拿到之後 行進間的傳球沒有問題 抓到了擊球保留員李宗賢 他也會刻意去投一些二縫線球 這一球出棒 這一次在右半邊 滿深遠的飛球 不過右外野獸掌握住了 完成了接殺的是曾陶榮 這一球敲成了右半邊的飛球 曾陶榮的管區 完成了接殺 兩人出局 沒有壞球 這一球被打到中間方向平飛球 在天王裡面被郭天馨接殺 這個半局是三個飛球出局